大家好,我是户票胖子 应该很多人都认识我 我是做了两年多视频 玩股钱币将近三年的户票胖子 主要是玩这个股钱币这一块 现在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算是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工作室 从刚开始陆陆式去玩钱币 到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其中经历过很多事情 确实都很难去回首 有刚开始玩的时候花了二十几万 变成几万块钱 也有后来慢慢的挣了一点钱 到现在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之前还开了一个店铺 因为店铺的话就是说 随着待机的到来 发生店铺也没有太多生意 然后慢慢的开始做直播 然后搞自己的工作室 今天带大家来看到 我现在心动的工作室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工作室的反应和状态 一些工作室的一个大致的状态 这边的话开一下灯 这边都会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这边就是一些钱币 这是我玩两三年所收集的所有的钱币 差不多也没有把工作室放满 只有这么多 现在的话其实 也像就是一些全有需要寄售的 或者说需要就是帮忙带卖的 可以找我 我们最近在抖音拍卖做的还可以 虽然价格还比较低 有点放漏的性质 但是卖一些小东西还是不错的 对 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这一块也是可以互相参与一下的 这边的话都是一些名钱 名带的钱币 这边也是的 都是一些小钱币 各种各样的 都有一些 反正呢 就是我的工作室吧 因为还是刚弄好 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成熟 空调还只有一个小空调 感觉这个小空调 不是特别给力 对 然后随着这个就是工作室的成立呢 我们现在也感受到就是说 今年行情 我觉得比行情的整体下跌 不少钱有朋友 就是我们认识以前 很好的关系的朋友 亏了不少钱 然后有很多朋友 也有变现的需求 有那种换场的需求 我们现在的话可以 就是提供一些在换场方面的帮助 我们手里握有那个 华夏拍卖的一些渠道 可以帮助大家把钱币 走华夏拍卖出去 也可以走那个抖音直播的 那个就是直播间的拍卖 都可以把钱币往外面输送 现在的话 主要还是在做一些 就是说帮助全有 就是说变现啊 打盒子啊 评级啊 这些方面的工作 随着最近那个 工博的川西币 华夏的那个川西币 越野越烈 虽然我对这两家公司 还是比较认可 而且我手里的钱币 主要的话 也都是华夏和工博的 但是这两家公司的整个行为 还是让人比较失望的 最近最近今天是华夏爆了一个大瓜 之前是工博爆了一些瓜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在这个就是说野乐的夏天 有史以来最野乐的夏天 碰上钱币有史以来最海岭的冬天 然后在这么饥寒交迫的时候啊 看着两大批公司互相爆雷 整体来说还是蛮难受的 也是因为贫瘠让大家大失所望 导致大家手里的贫瘠币的价格 就是一路下跌 也是息息相关的 行情和贫瘠已经强行的捆绑在一起 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 但又不可不接受的 毕竟我们只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弱小的从业者 或者说是这个行业里面的爱好者也好 我们左右不了这个大局 我们只能是适应这个局势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些情况吧 反正我们这个新的工作室也成立了 以后的话 大概每两个礼拜会举行一次 这个线下的聚会上海本地的 这些上海本地的聚会 我这个场地的面积的话 有30个坪左右 做做本地聚会 来个十来个朋友 还是问题不大的 喝喝茶 我最近会去买一些折点椅啊 什么的 大家过来喝茶泡茶这些问题都不大 反正大致的话也就是这些内容 对 这也是我在工作室拍的第一个视频吧 也算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跟大家就说分享一下 也算是自己玩古紧币这一两年算 多少也玩出了点花样了 对吧 也没有说在这个爱好上也一无所获 多少还是有所收获的 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见证了很多的友谊 就是全有职业的那种心心相惜 我也深深的感受过 对 反正整体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 拜拜